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曹皇后 这次咱们聊曹皇后呢 跟我以前做的节目呢不太一样 以前呢不管是做当时的大明风华中的张太后 还是胡善祥 还是说上一期咱们做的验书 我基本都是按照时间的线索 把这个人的生平从头到尾讲一遍 但是曹皇后呢我就不想这么讲 为什么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看这个清平月这部连续剧 它基本上还是按照历史的线索走的 基本上是遵循历史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曹皇后的生平从头到尾讲完的话 那么不免就会有剧透之线 我相信在曹皇后生命中的这些闪光点 在剧里头马上都会体现出来 所以我也不想尽早的透露这些剧情 影响大家看戏的性质 所以我就想从那些剧中未有提及的事情 那些事实上咱们跟大家一起聊聊 可能大家会更感兴趣 我们就先从曹皇后的身世说起 她的家庭背景 曹氏家族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 他显赫不仅仅在于他的爷爷曹斌是北宋第一良家 他还有个先祖是汉初的宰相 叫什么呢 叫曹申 这大家可能听说过 而且大家可能还知道那句成语 叫萧归曹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萧和定下的规矩 曹申照着执行 就这意思 据说当时汉惠帝曾经问当时的宰相曹申 说宰相大人你这天天的就知道吃了睡 睡了吃的也不怎么干预政事 也没见你有什么新的政策方法什么的颁布下来 你这天天都干什么呢 然后呢这个曹申呢就就反问这个汉惠帝 说陛下您觉得您比高祖皇帝如何呀 这汉惠帝说嗯 我可能比不上他高祖皇帝雄才大略 我是万万不及的 然后曹申又问说那您觉得我比萧和成相如何呀 这汉惠帝不加犹豫就说你比你比萧丞相差的太人了 于是啊 曹申就说说就是啊 您看您不如高祖皇帝 我也不如萧丞相 那咱们何必要改变他们已经定下来的方略呢 我们就照着执行就行了 简单归纳就是曹申他的执政之道就是不折腾 不作有些时候啊 这一点对政治家来说尤为难得 许多人都想上台以后上台一时哇哇哇哇 先做一些改革怎么怎么样显示自己存在 其实事与愿违 曹申呢 他也并不是说马上就知道这样治理国家 他也是参悟到了一个孟子的无为而至的学说 然后他才采用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比较放松的管理方式 这说的是曹申 到了宋朝呢 曹斌家族啊可以说是更加的兴旺 但是呢 最有名的并不是曹斌 也不是曹斌的四子 号称北宋五穆王的曹伟 当然也不是曹皇后 而是另外一个人 咱们要从他先说起 北宋的曹家最有名的在后世来说最有名的不是上述三个人 是谁呢 是曹义 曹义是谁啊 这个义字啊 可能字幕里都打不出来啊 是一个单立人 而那边一个八一个月 一个人在八月 就这个这个字 曹义又名曹锦修 为什么说他最厉害呢 因为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神仙 那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了 咱们这不是历史频道吗 什么时候转成领异频道了 他还真是神仙 他就是传说中的曹国舅 八仙之一 这个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呢 曹义是曹皇后的弟弟 亲弟弟 他呢 也是身居高位 后来呢 一种传说是他 是他的弟弟 也就是曹皇后的另外更小的弟弟 犯了事 抢抢民女 又杀了人 杀人灭口 然后呢 这个曹义呢 为了遮掩他弟弟的罪行 也参与进去了 后来呢 这个事情就被包拯知道了 还是冤魂告状 被包拯知道以后呢 包拯呢 就要杂了他们两个人 后来 仁宗皇帝跟曹皇后大力的劝 然后呢 包拯呢 就趁着这个皇帝的大赦的指令到来之前 先杂了他的弟弟 放了这个曹国舅 从此呢 这曹国舅呢 就洗心革面 告别了这些高官厚禄的生活 潜行到山林之中 就开始悟道 他天资聪慧 悟道的悟的也非常的快 有一日啊 他碰见了当时云游的吕洞宾 吕洞宾就问他 你在这里干嘛呢 他就说 我在悟道呢 然后吕洞宾问 那道是什么呀 这曹毅就说道就是天 就指了指天 吕洞宾又问 那天又是什么 曹毅呢 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说天就在我心里 哎 吕洞宾就觉得他这个领悟啊 已经悟到了道家的精髓 于是呢 就传了他一本 神仙的书啊 神仙的一个那个初级课本吧 然后他曹毅就研习这本书 然后就成了仙了啊 其实在北宋年间啊 很多人都喜欢修道成仙 就包括那个曹皇后的第一任夫君李直 这个人在历史上记载 他也确实是不喜欢这些男女之间的事情 只醉心于修仙成道 最后他还真的成了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道士 说完了这个曹毅呢 我们就回到现实 回到世俗世界 说说这个曹斌 曹斌呢 他以前是郭威手下的大将 郭威是谁 郭威是后洲的开国皇帝 郭威 说起着郭威啊 也有很多故事啊 咱们现在又有题跑跑题了 对不起 这郭威呢 他是后汉的大将 后汉的皇帝姓刘 后来呢 这个刘姓皇帝的猜忌郭威 郭威呢 就准备起兵造反 然后在潭州这个地方 他的部下就把一件黄袍披在了郭威身上 大家没听错 我说的不是赵邝逸 我说的就是郭威 于是郭威就开始起兵反叛 然后就攻打京都 后来这个姓刘的皇帝呢 就把郭威的一家老小 包括他钟爱的妻子 柴守玉 还有他的儿女都杀了 因为当时这些人都住在京城里面 郭威呢 后来就推翻了后汉的流失政权 建立了后州 大家请记住啊 我现在说的是唐末以后的五代十国的北方政权的最后两个王朝 就是后汉跟后州 郭威呢 做了后州的皇帝以后呢 他就把皇位传给了柴蓉 他为什么他没有传给自己姓郭的子孙呢 第一呢 是他的郭氏子孙呢 在那次灾难中呢 都已经被那个刘氏的皇帝杀掉了 第二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 郭威和他的结发妻子柴守玉 之间的这段感情 让他刻骨不忘 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来追到他的王妻吧 柴蓉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曾经给自己定下来了三十年的目标啊 比后世的某一位大富豪定的目标要雄伟的多 那个大富豪定的就是第一个目标 就是挣一个亿 怎么怎么样啊 这位柴蓉那匹他要不知道强夺二位 柴蓉呢 给自己定的三个十年的目标 第一个十年 他要平定天下 第二个十年 他要安抚百姓 第三个十年 他要开疆拓土 其实他这一切都按计划走的 可惜呀 天不假年 没有给他十年时间 他在征讨契丹的征途中就病故了啊 如果说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说柴蓉当年没有病死在征途的话 那么幽云十六周可能已经收回到了中原了 可能辽国也不会做大 那么今后的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 柴蓉死历后呢 皇位传给了柴蓉的儿子财世忠 当时的大将御前督点检赵匡胤 就想起兵造反了 他完全靠佩了他以前的上次郭威的方式 完全靠佩了 他也是郭威也是在征伐契丹的半路上 在一个叫潭州的地方 黄袍加深当了皇帝 赵匡胤呢是借故弃丹有兵进犯 然后自己带着兵出去 在陈桥那边被部下披上黄袍拥戴成了皇帝 所以说这个方式完全一样啊 但是原创者绝对是郭威不是赵匡胤 如果说柴蓉不死的话 那赵匡胤绝对不敢黄袍加深 别说黄袍加深了 你就给他浑身抹上黄漆 他也不敢当这个皇帝 这一扯又扯到了北宋开始的时候的情况 好 咱们还回到这个曹斌 这跑题都跑出毛病来了 曹斌呢 在郭威手下的地位呢 一点不比赵匡胤低 等到赵匡胤陈桥兵面以后 他的地位呢 也远远高于后来的赵太宗赵光义 但是呢 曹斌这人呢 从来是不争 不是那种去跟别人去争这些功名啊 这些显贵的时候 他就默默的做事 所以哪个皇帝都非常喜欢 他不管是赵匡胤还是赵光义 都非常喜欢 他也非常气 也非常器重他 在赵匡胤和赵光义统一中原的这过程中呢 曹斌也是立了很大的功的啊 像南唐后主李玉 就是由曹斌来招降的 就这块这个国家是曹斌来征服的 还包括后蜀啊 等等一些国家 地区都是曹斌的功劳 唯一曹斌战败的一次呢 就是在赵太宗的时候 三陆大军尽讨齐丹 其中一路是由曹斌率领的 但是很可惜失败了 曹斌临死的时候呢 宋真宗就问曹斌说 有谁你可以推荐的 曹斌说我举贤不比亲 我这两个儿子将来可当大臣 他指的就是曹灿和曹伟 那么曹真宗又问他 这两个儿子哪个更厉害呢 哪个更棒呢 曹斌说我的四儿子曹伟 可当大臣 他比他哥还要棒 曹伟啊 后面呢 在北宋时期呢 被封的嗜号是五穆王 哎 这两个字太绕嘴了 五穆王 哎 跟那个南宋时期的岳飞是一个嗜号 但曹伟从来没有被夺去这个嗜号 他一直保有这个嗜号 南宋的时候宋李宗呢 曾经建了一个 叫昭寻阁 就是表彰那些先寻 那些有功的大臣的这么一个就类似于汉朝的云台 还有唐朝的灵霄阁 就是这么一个建筑物 就里面摆放这些 这些有功劳大臣们的画像 共享太庙 这里面啊 总共有24个文武大臣 武将只有五名 其中曹氏父子 曹斌曹伟就占据了俩 后面三位呢 是潘美 李继龙 还有一位是韩世忠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我们以前最熟悉的杨基叶 杨六郎 还有岳飞都不在其中 其实这份24人的功臣表啊 并不能真正的代表宋朝以来这些大臣们的功绩 而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当时宋李宗个人的好物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像很多 彪秉清史的那些大臣 比如说范仲淹 欧阳修 王安石都不在其内啊 里面还里面却有像吕衣简这样的人 但吕衣简也是 也是能臣 我们应该客观的说 这个曹伟呢 非常了不起 他是长盛将军 在宋史上记载 他也是未尝败祭 他曾经在三都谷大战中大败吐蕃 让吐蕃在几十年内不敢再进犯宋境 这也是使宋朝的边境少了这么吐蕃的这么一个祸害 只有只剩下了西夏和辽国 后来呢 曹伟呢又镇守宋朝和西夏的边境 也立了很多功劳 在天盛八年的时候 禀故算是善终 中年五十多岁 这个曹家呀 在后世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这后世呢 就一下子就 就到了明清时期 曹家又出现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但这次呢 出现的不是武将 而是一位文人 确切的说是一代文豪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曹雪芹 没错 曹雪芹呢 就是曹家的后人 曹雪芹呢 是出生在辽宁省的辽阳 但是曹家呢 是河北人 但是经过洪学家的考证啊 这个曹雪芹他们家呢 最早也是河北 也是在河北 然后后来呢 就他们家这一支 就辗转的牵涉 牵涉到了关外 就是辽宁的辽阳 后来呢 随着清兵入关啊 他们家后来是入了棋了啊 因为他们家是包衣奴才 后来入了棋 就随清兵入关 后来又封了关 大概这么一个演变过程啊 在洪学界呢 普遍认定曹雪芹呢 祖籍是河北 提到这儿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 就是说当时曹冰年幼的时候呢 大人们呢 让他抓粥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在地上摆着很多东西 各种各样玩 各种各样东西都有 看这小孩子呢 先去抓什么 小孩子趴在地上去抓 将就预示 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很有趣的游戏 我相信可能朋友们有的也玩过 也可能或者带着自己的小孩玩过 这样的游戏 曹冰呢 当时抓的呢 一手就把一个干阁抓在手里了 就像那个兵器一样的那种 那个玩具 那个干阁抓在手里 另一手呢 抓的是祖斗 祖斗呢 就是古代祭祀用的一种礼器 然后腾出一只手呢 以后呢 他又抓的是印符 这一下大家就觉得这孩子将来肯定了不得 将来必定是将相之才 又能领兵打仗 又能出将入相 果然就曹冰不负众望 成为一个他们所期望成为的那样的人 贾宝玉呢 也曾经抓过周 大家可能会说 这贾宝玉怎么跟曹家又扯上了 这个在红学界来说 曹甲是可以互换 哎 这是红学界的一个常识性东西吧 所以这贾宝玉呢 实际上说的也是姓曹 嗯 贾宝玉也抓过周 贾宝玉抓的什么呢 贾宝玉呢 一手就抓到了那个拆环和胭脂盒 所以当时周围的人认定 此人将来必定是一个渣男 果然贾宝玉也不负众望 既然提到了曹伟曾经镇守西夏和北宋的边境 提到了西夏 我们就不妨也跑一跑题 说说西夏 西夏呢是党相族的政权 党相族呢 当初曾经帮助唐朝的李家政权夺取中原 所以呢 后来呢就被次姓李 这就是他们李姓的由来 到了宋朝时候呢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剧中呢 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宋仁宗 他们都不管他叫什么李元昊啊什么都叫赵元昊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你现在已经不是前朝李氏政权的家臣了 而是我赵家的家臣 西夏政权呢 一直臣服于中原政权 一直到李元昊时期 李元昊呢 一直从小呢 就想自己做皇帝 他不甘于永远做臣服 后来呢 他接受了一位来自中原的毛氏 叫张元这个人的建议 开始呢改革 建立西夏文 西夏的语言 西夏的官职 然后就是去汉化 甚至强迫西夏人 输西夏党像族原始的发型 就跟当初清明入关实行的留发不留头那政策一样 你要是不减成西夏那样的发型 我就会攒你的头 就是这种政策 这个张元呢 就给他出这些主意的张元呢 是宋真宗时期的一个晋士 但是他在殿士的时候 因为言语无状 被宋真宗给赤退了 从此他失去了晋士的身份 就郁郁不得志 然后又对中原政权不满 于是呢就跑到了西夏去为敌国卖力 这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也是因为这件事啊 到了仁宗时期呢 电视的时候就不会触退那些晋士 不会说因为你电视上的表现 我就剥夺你的晋士身份 等于是就是不让这些考上来的优秀人才呢 外流去帮助敌国 这个是这个政策的由来 李元浩做大呢 是在天盛和明道年间 这个十来年的时间 他慢慢做大的 所以呢 历史绝佳呢 也对这段时间 刘娥任凭李元浩做大这点 而无所作为 这一点呢颇有为辞 认为他错失了一个能够把李元浩扼杀在摇篮中的一个机会 放任他长大 放任他成长起来 其实呢 我觉得呢 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刘娥 这跟北宋当时的整个的国家的军事政策呀 还有各方面的政策倾向是很有关系的 很多连宋真宗也好 还有宋太宗也好 都没有做到的事情的话 你就不能这么责怪一个 毕竟刘娥也是一个女子嘛 不能把这个锅让刘娥来背 似乎有点不太公平 好的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上来 曹家不光是有曹宾有曹伟 还有曹皇后的哥哥弟弟啊 很多人在朝中的都身居要位 可以说曹家的人脉关系在朝中是盘根错节 所以这也不难想象 宋仁宗 赵真对曹皇后心里都是有一丝忌惮 因为这个对宋朝皇帝来说 掌兵权的大臣永远是他们心中抹不掉的那根刺 从宋太祖赵匡印杯酒士兵权开始 就一直是最忌讳的就是武将掌握兵权 然后起兵造反啊 这是因为他们有太多太多的前车之见了 从唐末的安史之乱到朱温灭唐 后来的五代事故 所有的朝代更迭都是因为那些武将们拥兵自重 最后起兵造反 那些人都是节度士 所以呢 这就难怪宋朝的皇帝呢 他们尽量避免让武将掌握兵权 总是派一些文官去打仗 比如说后面抵挡西夏军的韩范 就是韩茄跟范中烟等等等等 都是一些文臣 包括后世的文天祥也是一个文官 确实当武将来使用 这也是大宋王朝的一个特点吧 可能也是他军事实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我相信看这部剧的朋友们一定有一个疑问 就是宋仁宗赵真对曹皇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 他是不是真的爱他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困惑 我也思考了好几天 但是我也拿不出一个答案 后来我也想 这个事情我们外人怎么道的清呢 有时候爱不爱一个人 可能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更何况外人呢 我相信宋仁宗对曹皇后净的成分更多一些 而曹皇后对宋仁宗的是做臣的成分更多一些 曹皇后在宋仁宗面前称自己为臣妾 她是把臣放在先妾放在后 我相信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那么两个人的夫妻感情 我相信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而且我隐约的觉得曹皇后自始至终不是赵真的喜爱的那一款 就是说不管曹皇后再怎么样的贤淑 再怎么样的豁达 再怎么样的宽容善良 她都不能够征服赵真的心 赵真喜欢的不是这样的女人 她喜欢的可能是那种小家碧玉呀 像那种张贵妃呀那样的一个女人 能给她带来那些快乐 并不让她费太多脑筋 这是我一个初步印象啊 这跟咱们讲史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自己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相信曹皇后和赵真之间 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的 比如说她们都擅长非白体 在史书上记载的是曹皇后擅非白体 也记载了仁宗擅非白体 她们两个人到底是谁交的谁 在剧中呢 说的是宋仁宗交给了曹皇后 但是呢在历史上呢并没有这么说 我也很难查找 也很难查证中到底是谁交的谁 但不管怎么说两个人在这方面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那比如在艺术方面啊 他们是有很多的共同点 可以说在这方面是知音 这非白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剧中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 那个写那个字 这非白体呢 是最早是汉朝的时候 一位叫蔡庸的一个文学家兼书法家 他发明的非白体 就是写的字吧 那个头像鸟 尾呢 又像厌尾 又有的时候呢 又像凤尾 而且他是用类似枯笔写成的 就是感觉是那个那个毛笔 那墨已经快干的时候 然后写出来那个字 所以呢 字那个横竖之间的都会有一些留白 就是墨刷不到的地方 哎 这个就自创了一个文体 叫非白体 哎 这是蔡庸首创的 蔡庸呢 并不是特别有名啊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呢 蔡庸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女儿 就叫蔡文姬 这个大家肯定知道 曹皇后和赵珍的夫妻的关系呢 不是特别好 所以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子嗣 呃 曹皇后一生也没有为赵珍生一个孩子 这个原因呢 咱们就不清楚了 任宗自己呢 他是有过儿子的啊 他曾经有过三个儿子 有一个是出生就死了 还有两个呢 活到了三岁的时候就造妖了 所以任宗呢 最后就领养了一个孩子 是他 是他堂兄 浦王的儿子 就是后面的赵蜀 后面的太子赵蜀 提到这儿啊 我就就回答一位观众提出的问题 就是问我宋朝的皇帝 为什么好多都没有子嗣 没儿子 确实有这种情况 呃 宋朝呢 你看 呃 主要是在赵光义这一支啊 赵 匡印这支 还是人丁兴旺的 但是到赵光义这支就不行了 嗯 赵光义呢 还是有几个儿子 但是死的死的 疯的疯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宋真宗赵衡了 然后到了赵衡呢 那也是 最后所有的儿子都早邀 就最后只剩下了赵真 赵真呢 就更惨啊 一个儿子没留下来 赵真的有十二个女儿 三个儿子 生下来的十二个女儿 三个儿子 但是最后能够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没有 等到了赵蜀这一代 赵蜀呢 是浦王的儿子啊 这个浦王啊 是一个生育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王爷 啊 他据说有 有一百多个儿孩子啊 儿子也有六七十个儿子 所以从他这边过几个儿子过来呢 也是考虑他这一支 仁丁比较兴旺 希望从此以后 哎 能够 能够仁丁兴旺起来 能够 这个不会再为这个国本而发愁 但是呢 本来仁丁兴旺的这一支到了赵蜀这儿就兴旺不起来了 赵蜀呢 生了孩子以后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还不错 生了几个孩子 生了几个儿子 但是等传位到宋哲宗的时候又断了 宋哲宗又没有后代 没有儿子 最后只能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就是宋徽宗 到后面呢 又是宋高宗啊 也没儿子 这宋高宗呢 还是因为受了惊吓 造成了生理缺陷 最后就不能生孩子了 最后他只能把还把皇位过继给了赵匡胤这支 等于皇位在经过这一百多年以后又传到了 赵匡胤这支 但是后面呢 那已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就很快就被蒙龟给灭了 是吧 所以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原因呢 史诀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结论 有人说这个本身就是这一支 就是赵光毅这支的身体素质就有问题啊 赵光毅这支就不如赵匡胤这支 身体素质要好一点 也可以想象赵光毅是从文的 赵匡胤一直是从武的 所以可能身体会好一点 再一个呢 有人说是赵匡胤的诅咒 这个就无法更无法考证了啊 就诅咒他隔几代就会就会断绝他的子孙的延续 有人做统计啊 宋朝总共有十八位皇帝生了一百八十一个孩子啊 因为有的几个是特别能生的 你看你看你看比如说 宋李宗还不错生的不少 然后宋徽宗 所以说你说该生的不生不该生的下生啊 宋徽宗生了前前后后得有六十多个孩子吧 儿子也要也有也有也有十几个二十个啊 在他在那个在金国的时候还生了七八个呢 所以你说他的生育能力非常强啊 另外啊 呃这些皇帝也不是说他们 生不出儿子来 就是呃死亡率太高了 就早妖的率太高了 这跟当时北宋的整个的医疗条件可能也有关系 我相信啊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比如说欧阳修 欧阳修曾经娶过两个两个两个老婆 两个老婆都是因为生孩子的时候死的 所以说像欧阳修啊 和是皇室啊 王爷他们这些人都是享受最好的医疗的 但是依然这种情况 那可以想象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情况了 所以我相信整个北宋年间的早妖率 就是儿童的生育死亡率 就是非常非常至高的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北北宋没有皇子的原因之一 还有人说呢 是跟那个北宋时期的女子的那个审美标准的变化 呃有关系啊 说北宋的时候呢 就是女子是以瘦为美了 不像唐朝的时候 女子呢是以风鱼胖为美 是不是胖一点的都比较能生孩子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大概就是这几种观点啊 好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的节目内容 扯七扯八的 可能有时候又扯远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尚可可以接受的话 也不妨转介给其他的朋友们来观看这个节目啊 总之谢谢大家支持 还是那句话啊 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也希望大家观看完节目以后 点赞订阅 并让您的朋友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节目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